亚太报道 长沙女大学生公开声援公民记者张展遭失联 北京大学成立多所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略评如潮 荷兰议会通过动议指示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民主峰会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12月9号至10号将召开首届线上民主峰会 美国国务院23号晚间宣布台湾确定受邀 而受邀国攻击110个国家 不过中国越南俄罗斯等并未列入受邀名单 本周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表示坚决反对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一次线上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 去年竞选时承诺举办的活动 主要目的是在号召志同道合的国家 打击腐败 威权主义 促进人权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24日除了感谢拜登政府邀请之外 也证实台湾将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与驻美代表萧美琴一同代表与会 唐凤政委他也会在会中向全球社会 来传达台湾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 并且分享台湾如何透过科技跟数位的民主 来强化政府的智力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24日在回应相关应询时表示 台湾的声音不管是我们社会内部的发展 经济上的成就 民主上面的一个成就 更重要的是对抗强权上面的一个韧性度 可以被全世界民主峰会的这些国家元首看得到 对于台湾被列入官网一事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回应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网站所列的涉台称谓是错误 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对于有媒体解读此举将惹怒北京 丹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黄介正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世界共产党大会召开 没有邀请民主国家 我们也不会有负面的评论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叶耀元分析 台湾获邀参加民主峰会当然会激怒北京 不过激怒北京的点 北京也无法大作文章 因为以北京的角度 台湾不属于一个国家 美国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国家的峰会 想办法拉抬台湾的声势 一定程度会有这样的疑虑 当这个峰会的主轴在放在民主这两个字上面的时候 中国其实讲太多说太多 反而去彰显自己不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特性 所以美国其实他大概打这些牌子的时候 他都打得反精致的啦 也就是他去思考说 今天这个东西你真的不大能大作文章 如果你大作文章的话 其实对你自己反而有伤害 对于美国与110个民主国家和政府 一起召开民主峰会 是否是新冷战形成 亦或是过度解读 黄介正指出 冷战是全方位 如果以上个世纪冷战作为参考 现在的贸易全球化还有网际网路 无法跟上个世纪冷战做对比 民主国家还有理念相同的国家聚在一起 这个在岁末年尾 这个开会 我觉得这个应该 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应该反对的意见 拜登政府上台后 美台关系持续深化 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台北时间23日 在台北以及华府两地 以线上方式举行 台美双方分别由台湾的经济部长 王美花 科技部长吴正中 以及美国国务院主管 经济成长能源环境次侵费南德资主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黄春梅台北报道 意大利政府最近否决了一项 中国公司战略性产业收购案之际 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 对意大利的政界进行全方位的渗透 今天本来记者王允的报道 这项收购案被拒绝的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陆特社在周二的报道中透露 这个由中国浙江京盛机电公司 收购意大利私网印刷设备业务的计划 遭到意大利政府的阻止 原因是意大利工业部长乔杰迪认为 这一收购可能会对战略性半导体行业产生影响 这一决定显示了意大利政府对中方经济活动保持着警惕 但意大利作为首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国家 一直被外界认为对中国的立场摇摆不定 近日由捷克智库解析中国和意大利智库全球法治委员会 联合推出的研究报告劫持主流更披露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手段 对意大利的议会和地方政府进行政治渗透 报告的作者之一劳拉哈斯向本台强调 我们在报告中所做的就是解释 为什么意大利对中国采取的立场一直磨弄两可 报告举例说 意大利议会圈子里时常有人引用中国政治宣传的说法 为中国打压人权的行为洗白 而意大利地方政府也积极加入到一带一路的网格中 劳拉哈斯告诉本台 意大利只有少数与中国长期打交道的人 可能会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渗透企图 但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他们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外交使节或者是非政府组织 而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对外渗透机构 这份报告强调正因为不了解中国政府的渗透手段 一些意大利政客或其他机构才成为了中国政府的渗透目标 问题的另一面是 有一些意大利政客正在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 报告举例说 意大利新兴党派五星运动领导人毕普格里罗 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表达对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支持 并与连续两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会面 他还推动媒体大量报道一些意大利政客 对中国政治宣传的认同 劳拉哈斯强调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这种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合法化言论 正在成为意大利的主流话语 关注中国宗教和人权状况的网络杂志 韩东负责人马可·莱斯宾迪 则告诉本台 实际上有些意大利政客在意识形态上 是与中国政府相近的 有一些左翼党派 尤其是极左翼党派 与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形态的关联 他们相信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认为他们是为人民 为穷人而工作 是为了向善 他们可能真的相信这些目的 莱斯宾迪是意大利的资深记者 他说 意大利还有一种现象 也值得警惕 有些人认为 中国是世界竞争中的胜利者 他们也想成为胜利者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倾向于 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 而不是批评对方 意大利在新冠疫情中遭受重创 米兰等城市多次实行封城等措施 但似乎这并没有影响到意大利和中国发展进一步的关系 莱斯宾迪感觉到意大利并没有多少人 因为新冠疫情的问题对中国提出指责 这可能就是中国在意大利进行政治宣传的效果 罗拉哈斯向本台强调 他们发表这份报告的目的 就是提醒大众 中国当局对意大利政治渗透的事实 并以此作为信号 警告意大利的政客 他们不能再以不知情为由 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易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 华盛顿报道 有媒体披露 中国当局在去年冬天全面喊停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之后 由于受到国内供给吃紧 导致多个省份大规模限电 近期又悄悄放开了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 请听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新加坡媒体报道 根据中国海关资料 10月份中国进口了279万吨澳大利亚煤炭 这是自中国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的近一年来 首次办理清关 报道提到 这些煤炭中大部分是使用取暖的动力煤 但也包括了钢铁厂使用的77.8万吨焦煤 随着中国和澳大利亚政治关系恶化 中澳贸易战一波接着一波开打 中国海关资料记载 上次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在2020年的11月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 冬季电力需求上涨 加上国际疫情影响订单加倍 导致中国需要弥补国内煤炭供应的缺口 他说 今年秋天 中国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限电 煤炭价格水涨船高 成为涨幅最高的大宗原物料之一 随着时序进入秋冬和产业旺季 工业和民生需求逐渐增加 但中国与世界第二大煤炭出口国澳大利亚的关系 却陷入胶着 抑制了煤炭的进口量 10月时 路透社就曾经援引一名之少内部的交易员称 中国正在动用被阻挡在保税区仓库的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以缓解国内因燃煤供应不足而导致的电力紧张状况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就指出 中国政府的转变显示了中央缺乏对于能源的长远规划 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在去年的禁令出台之前 澳大利亚煤矿占中国进口总量的两成 中国海关从10月起以各种理由阻挠澳洲煤炭进口 导致澳煤在去年11月对中国的出口暴跌 而中国则是转向印尼、俄罗斯等采购煤矿 试图弥补能源所需的缺口 中国会因此松绑对澳大利亚的禁令来解决燃煤之急吗 司令也说 虽然现在对于澳煤出现松绑的苗头 但两国贸易纷争的根本原因是出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 当中国能找到替代澳大利亚煤炭的方案 恐怕会继续寄出不合理的贸易制裁 去年4月 澳大利亚的总理呼吁国际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引发中国不满 在往后一连串的中澳贸易战中 包含澳大利亚煤炭、龙虾、红酒 都成了贸易战的祭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成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已经入狱五年 最近一年多 黄奇的母亲蒲文青多次向监狱方面申请探监 但都遭到了拒绝 本月上旬 蒲文青向外界发出求助 说他罹患癌症已经进入晚期 盼望在临终前能够见儿子最后一面 目前蒲文青与外界的联系已经中断 请听记者巧龙的报道 六四天网义工王金 本周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一年多来没有黄奇在狱中的消息 而黄奇的母亲蒲文青患肺炎一到晚期 最近蒲文青严重心脏衰竭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她说 只要她有什么情况就马上让她给发出来 王金说蒲文青最后一次以外界联系是11月5日 目前以外界失去联系 她说蒲文青日夜期待着见到狱中的黄奇 蒲文青在求助无门之下发出求助王金向本台提供的一段录音中 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向外界发出呼叫 时间是在6月22日 最近就是头昏头头占不稳 还有锦子 头位置不知怎么摆总是疼痛 现在是带不到结果 都是在推包袱 感谢当局 目前派人在我身边照顾我 一页人士黄奇于2016年11月被捕 其后被已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以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 去年9月中旬 黄奇在八中监狱通过视频和母亲蒲文青见面 当时母子相见百感交集 在30分钟的见面中 大部分时间在谈黄奇的身体状况 蒲文青说自己患有白内障 视力模糊 当时仅看到儿子的手脚肿胀 黄奇说监狱已经固定每一周给他两个鸡蛋 据贵州民族大学退休教授黄春在微信群发消息称 11月5日下午他和蒲文青通话16分钟 大致内容为9月17日四川省内江市司法局范鼓掌回答蒲文青 探视系统在升级中 在谈及身体状况时 蒲文青说目前不能吃睡觉不能平卧 又不得见儿子甚至连电话都不能打 蒲文青担心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儿子 被羁押至今已5年的黄奇在狱中的病情据说非常严重 2011年黄奇在医院被诊断为肾功能衰竭、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疾病 入狱后黄奇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黄母多次向司法局提出保外就医申请 但均遭到拒绝蒲文青还多次发表公开信 请求中央官员关注黄奇的合法权益 尽早让他出狱接受妥善治疗 但兴建如石沉大海要无音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政府当地采访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去年12月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他从去年5月被捕后一直绝食抗争 身体非常的虚弱 家人担心他可能活不过冬天 因此呼吁当局让他保外就医 然而近一个月过去了 当局仍未回应家属的诉求 代表律师则向监狱管理局反应也无果而返 而尝试为张展发声的中国公民 则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 相信请听记者吕熙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张展母亲上个月底和女儿视频会见以后 发现张展的情况非常恶劣 要人扶着走路 连抬起头都没有力气 各个张旨更直言妹妹可能活不了太久 并对外发出呼声 向监狱申请保外就医 事件引来国际关注 美国 欧盟以及联合国都相继发声 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 张展的家人和代表律师也一直为他奔走 律师张科科向囚禁张展的上海女子监狱 申请会见已经超过40天 张展家人申请保外就医也将近一个月 一直没有回应 张科科周三到上海监狱管理局 反映律师会见受主的问题 并了解保外就医申请的进展 却继续被踢皮球 监狱管理局保安说 那里是临时办公楼 不负责接待 要他聚电法律热线 接电话的人又让他聚电上海市女子监狱 我说我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 没有得到会见了 他也没有给我回应了 我才找你商机部门了 监狱局是完全不想 就是说处理这个事情 或者他们处理不了这个事情 张展家人是一个处于一个 他长期的绝食 现在身体垂危 生命垂危比较严重 然后律师就是想会见他 加速也希望能够把外就医 但是你们就是完全的对这个事 不做回应或者置之不理 而在去监狱管理局前一天 张科科和张展的妈妈会面 他表示张妈妈一提起女儿就流眼泪 对女儿的情况非常着急 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对女儿从一个律师和高材生 走到坐牢 绝食和生命随微的地步 感到万败无奈 而张展的情况也引起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纷争 张科科表示 他上一次会见张展 是在今年1月中 他从看守所被移送到监狱以前 当时张展已经非常消瘦 而且脸色苍白 皮肤干忽 他认为国际社会的关心 对张展的情况肯定有帮助 让律方重视他的身体状况 确保他身体健康 张展家说和律师的努力 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回应 而尝试为张展发生的中国公民 就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湖南维权律师谢阳 本月初订了到上海的机票 准备看望张展妈妈 却被公安登门劝住 之后他的健康码 更突然从绿变红 让他不能登机 他原定周三早上 跃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 向他反映张展的情况 却在前一天晚上 在上海高铁站被拦下 几个小时后 直接被送回湖南长沙 期间被变异警员粗暴对待 更一度发生肢体冲突 另外湖南长沙一名大选女商 周六在当地著名的景点 举止舟头 举牌声援张展 这商写着 不再沉默 舅舅张展的字句 中国维权网站 名声观察引述知情人士 表示该名女生 被有关部门上门带走乐坛 至今没有消息 引起海内外关注 网络出现了 释放举止舟头女孩的呼吁 有海外网民号召 如果再没有她的消息 就到当地中国大使馆抗议 38岁的张展 曾经是职业律师 今年2月起 以公民记者的身份 亲身到武汉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 并在社交平台 发布武汉居民 在封城底下的生活状况 5月在上海被捕 去年12月 被当局以寻心致死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 他被捕以后 一直绝食抗争 被当局以滴管 抢行灌食 身体非常虚弱 将近700名公民 联署向上海司法局 上海市女子监狱 发出 关于给予张展全面身体检查 和紧急救治的护议书 护议为张展进行 全面身体检查和治疗 自由拉中天台记者 旅希英国伦敦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 31个省份的乡村人口中 男女性别比例都出现了男多女少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的思想 是造成性别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 相信今天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农村年轻人的婚姻状况 长期受到关注 其中农村大林男青年结婚男 问题更是频频引发与人热议 最新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间2021 其中披露的 各省份乡村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出现男性多于女性的局面 人民网引述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31个省份乡村男性人数多于女性 其中14个省份大于110 北京120.21 山西110.07 内蒙古112.26 上海130.93 浙江110.82 福建110.94等 对于男性人数多于女性的原因何在 关注性别歧视的中国民间机构 北京艺人屏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 周三告诉本台官方披露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现象非常严重 在于重男轻女的思维没有得到遏制 所导致他对本台说 最近这些年 中国妇女的地位仍然在继续下降 从有关国际机构发布的报告来看 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 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下降 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所有的夫妇呢 陆军说在此情况下 很多夫妇选择生育男孩 而地下胎儿坚定市场广受欢迎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张建平表示 中国曾经是一个农耕社会 农民重男轻女的情况长期存在 在1949年后更是如此 他说 城乡两极化导致奴民养儿 防老的心态更加突出 那么随着现在改革开放了 但是户口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那么要解决人口失衡问题 毫无疑问就是要解决户口问题 彻底打破这种城乡阻碍 时事评论人士蔡生坤认为 中国男多女少的性别比失衡问题由来已久 因为中国民众缺乏完整的保障 尤其是在农村 生育男孩成了延续后代 及解决养老的主要愿望 他说 在南方地区 重男轻女的现象尤其普遍 就即使是现在很多的家庭 如果是不断地生女孩子的话 那他一定要想尽办法要生一个男孩 所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社保制度不健全造成的 统计年间显示 中国31个省份中 去年有11个省份城市人口性别比小于100 即女性多于男性 比如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麒麟及黑龙江等地 蔡生坤表示 目前农村地区的低保补助根本无法维持生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共六中全会落幕后不久 北京大学近日就一口气宣告成立四个 以习近平思想为名的研究中心 北大此举引发了包括校友在内的舆论批评 详情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本月11号结束的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 通过第三份历史性的决议放大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中共建党百年的历史地位 北京大学随后就在22号宣布成立四个 以习近平思想为名的研究中心 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下的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由北大校长兼该院理事长郝平颁发聘书 北大新闻稿提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王浦曲指出 核心使命在深入学习、研究、阐释、宣传和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北大校友则有人不以为然 出身上海定居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汪浩 就在脸书言语说 北京大学成立这么多中心 去研究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思想 真丢脸啊 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生在此向清大道歉 同为北大校友旅美作家胡平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 很气愤啊 就是北大的耻辱 北大能够怎么能干这些事情呢 这使人想起文化革命中 所谓PDP孔运动中 北大和清华两个校成立了什么 大批他写作组 专门写一些就是吹捧毛泽东四人帮 这些文章 那个在北大历史上 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那想不到过了四五十年 这种事情居然又在北大重演 胡平指出 这也透露出一个信号 习近平搞个人崇拜 已经猖獗到什么程度 现在在北大主事的这些人 也是文革过来人 也是1981年 中共通过第二份历史决议的过来人 他们都应该记得 在7080年代 整个中国朝野上下对个人崇拜都极其反感 第二份历史决议 就是禁止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 过去的政治改革 如果有一点点的进步 就是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 习近平则完全开倒车 胡平说 胡平提到 以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冠名的思想研究机构 过去40年是没有的 现在向文革公然搞个人崇拜这一套有卷土重来 对当事人敲响一记警钟 北大还扮演这么不光彩的角色 胡平说 胡平认为北大带头搞习思想研究中心 其他各省名校想拍马屁的也会紧紧跟上 文革研究专家旅美学者宋永毅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批判 实在是无耻之间了 无耻之间 说明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文化大革命的基因啊 深深地根植在这个民族 尤其是这个民族最不争气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 所以也有机会的 他们的那种献媒啊 他们的那个拍马 奉盛啊 向当权者的表忠心啊 那可就不要 我不相信这个是有人教的 不需要有人教 就它自然而然的就是表现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说明呢 文革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到达了登峰造劫 宋永毅认为 北大做这件事根本不需要上面指挥 这是中国民族可悲之处 不计取教训 投机取巧 拍马屁准没错 这是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多年形成特有的文化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民进党吉利法委员范云 接受旧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学的话 可能是以捐助者为名 成立一个中心 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 也不是研究他的思想啊 因为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 研究科林顿 奥巴马 拜登还是川普的思想的中心成立 在他成为总统的时候 就会成为校柄 泰武士高等教育特刊公布 2022年世界大学排名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列第16名 范云说 大学排名没有管民主或是独裁国家 看的是出版量等数字化的指标 中国想提升排名 就找国际知名的学者 出版量很多的人合聘 出版量就会算进去 但范云强调 一个优秀的大学 只可能生存在一个自由的学术土壤 那这种服务就是当权领导者的大学 就显示他没有一个自由的土壤 那没有的自由的土壤 如何成就世界一流的大学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半后 香港公共图书馆 屡次秘密下架所谓敏感书记 至今港府都没有公开 有关具体的名单和数量 本台综合资料统计 至少有超过100本书记 因为国安法被消失 有香港出版界人士批评说 当局造成寒蝉效应 牵连甚广 以下是本台记者李志志 郑日瑶的报道 综合多家香港媒体报道 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到现在 香港公共图书馆最少有5次 因应国安法收集场数 最少涉及106部书刊 据香港政府刊文所 今年6月的回应 当时发现 72项图书馆收藏内容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正暂停有关书刊的服务 并且研究内容 是否违反有关法律 大半年后 数字恐怕已经远超当时的说法 值得留意的是 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 外界一直关注对法律和社会产生的效应 港区多次下架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书籍 让各界恐惧容易触及禁书惹祸 服务当中大部分下架消息 都是市民在借书的时候发现 再透过媒体报道 才让外界知道 在今年11月 有市民发现 再多29部 关于六四天南门事件的书籍下架 以及资深传媒人 欧嘉玲的20道阴影下的自由 香港新闻审查日常等 另一部分则是在轻中阵营 举报和狙击下 港府立即收起书籍 才让公众知道消息 包括2021年6月 苹果日报被卷入国安法案件期间 公共图书馆在亲北京政党 民建联杨学民举报后 下架30多本涉及李志英的书籍 和所有苹果日报 现场政府过去多次回复传媒查讯的时候 拒绝交代具体禁书名单和数字 一律只是回应 属方会定期注销 残旧 破损 过时的资料 以及失去参考或研究价值的广藏 如果发现有广藏内容 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有关法律 或以严肃态度处理 暂停有关广藏的服务 康文署周三回复本台查询说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广藏 必须遵守香港法律的规定 当康文署发现有关广藏 涉嫌内容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 或有关法律的规定 或以严肃态度处理 暂停有关广藏的服务 并与有关部门研究内容 是否违反相关法律 香港次文化堂社长彭志明 他的著作也是今年5月 被收起的书籍之一 他指出 违反国安法属于严重指控 香港政府如果以这个理由 下架有关书籍 理应开诚布公 批评香港政府的做法偷偷摸摸 而且审批界限模糊 以前我们有明显的界限 如据香港法律 尤其图书馆不可上载二级或三级书籍 但现在并非因应我们明白以否 遵守与否 而是他们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彭志明说 如果当局因为有关书籍 真的违反国安法 而做出行动 仍然是情有可原 至于事实却反映 当局龙门任班 让人难以理解 是因为作者被拘押 书本内容 题目 还是甚至有亲中人士举报 才被列进 我已听过无数次港府说 认为有可能违反国安法 但黎智英谈及饮食 生意成功之道的书本 那些书是如何违反了国安法呢 港府都未曾回应 陈树庄说 旅游的书籍又为何不见呢 对事还是对人呢 甚至对题目 李广德谈及保育的 释放香港 因为书名又不见了 若是对内容 欧嘉宁那本是博士论文 最硕期如何定 而且只是学术研究 更是有人虚诫时才发现 有多少本被下架 我们还是不知道 彭志明说 港府做法所带来种种问题 掀起寒常效应 让教育界 出版界 新闻界 和文化界等 承受庞大压力 人人自为 思考更从官方禁书列表 不但不敢出书 更会每本 每页 每次审查 不求达到官方满意的要求 新闻之声传媒人 欧嘉林回复立场新闻表示 对驻咒被下架 并不感到奇怪 现在的社会环境 有很多声音都已经被消失和灭声 他说 即使公共图书馆无法再借阅 影响也轻微 因为广场本来就不多 康文署的做法较多是政治表态 又说 康文署把自以为敏感的书籍收起 反问 以后图书馆是否只剩下旅游 影视和言情小说 或者官方历史的书籍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郑日耀香港报道 香港传记电影《梅艳芳》 于本月开始在美国上映 在加州湾区 大量的旅美港人前往观看 不少场次作物虚席 又看过电影的香港人表示 这部电影在讲述了香港人的认同 与精神的同时 也遗憾地没有能够提及 梅艳芳的政治立场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香港人物专机电影《梅艳芳》 自从在11月12日 于全球多地上映以来 总票房已经超过了800万美元 这部电影由梁乐民担任导演 王丹尼 古天乐等明星担任主演 在美国加州湾区 有多家影院安排了这部电影的档期 记者于11月22日夜晚 走访了位于南湾的城市 圣塔克拉拉的AMC电影院 来到了这间电影院 于当晚6点半放映梅艳芳的放映厅 记者发现 尽管这天是周一 属于工作日 但是可以容纳百人以上的放映厅内 几乎坐无虚席 大部分观众都是粤语使用者 观看了本次放映的香港人根德表示 这部电影的内容令他感动 他说 他讲了很多梅艳芳生前的事 他讲了很多梅艳芳生前的事 而他生前的事 其实和香港时代变化息息相关 从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 香港慢慢发展起来 令很多人觉得很骄傲 九十年代末到零零年代初 香港的旌旗和社会环境都很差 尤其是2003年发生了这么多 令人不开心的事 比如非典张国荣走了之类 作为一名反送中运动的支持者 根德表示 电影中对梅艳芳 逝世的2003年进行的展示 能够让人联想到香港目前的情形 他说 其实这个时间和现在是有点类似 所以当你香港可以 这个时间和现在有点类似 当时香港可以重新站起来 但是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香港还有没有能力翻身呢 想起这件事 我都有些唏嘘和担忧 我再担忧了 梅艳芳是香港娱乐界的知名女艺人 出生于1963年 在娱乐界及社会中 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 曾演唱过大量 快智人口的流行歌曲 1987年 梅艳芳出演香港电影《烟之寇》 并因此斩获台湾金马奖 和香港电影金像奖 在1989年时 梅艳芳曾积极支持八九民主运动 并参与了营救中国民主人士的黄雀行动 2003年 梅艳芳去世 享年40岁 居住在湾区的香港人本杰明 在11月18日星期四的下午 与他的妻子一同去电影院 观看了这部电影 他表示 他和妻子观看的场次 从下午4点半开始 尽管当时仍然是工作时间 但放映厅还是满了一半 而且绝大多数观众都是香港人 本杰明告诉记者 这部电影令他很感触的地方 就是他通过展示梅艳芳的人生 反映了香港的兴衰 他表示 梅艳芳入行的1982年 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他说 梅艳芳也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面 变成一个我们香港的巨星 梅艳芳在这个黄金时代 变成我们香港的巨星 香港也在这个时候 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地 无论潮流 音乐 电影 电视剧 各方面我们都在亚洲领先 而当梅艳芳失事的时候 2003年 香港步入了非典瘟疫的时代 在这之后 我们香港各个方面 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 都不如衰退 所以梅艳芳的一生 就正好是我们香港的兴衰 本杰明也认为 这部电影最可惜的地方 就在于他由于当前的政治和市场环境 没有谈到梅艳芳的政治立场 因此这是一部半烟割的电影 不过 他认为导演和编剧 仍然将香港人的认同和精神 展现了出来 目前 电影梅艳芳仍在加州湾区持续上映 电影档期 已安排到了11月月底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 旧金山报道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指出 2021年以来 日本图谋军事介入台海意向明显提升 日本政府及其政要 对外不断地发出要介入的高调表态 对华释放威慑和阻吓的战略信号 有分析指 如果美日有共识 把美日安保条约界定范围扩大到台海 接下来的其他都不是问题 请听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一份上周刊登在中国期刊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吴怀中发表的论文提到 日本以及日美同盟 被认为将开始研讨军事介入的相关事宜 针对有关事态研究应对方案 当前日本谋推介入的动因以及目的在于 强化地缘政治博弈 军事浙职武统 维持地缘经济利益 拓进印太战略等 文章指 日本还意图在介入进程中 积极推进军事松绑 打造能战的自卫队 作者提出建议 未来日本如何具体应对台海冲突事态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式演变 以及其政治决断 中国需对日本战略动向 尤其政坛侵台的势力举动保持关注 准确研判日本官方 在军事保台问题上的真实意图 政策界限及其影响 在此基础上做好相关应对的工作 成大政治系副教授王红仁 接受本台访问时解读 这一篇文章是公开 不能把它当作学术分析看 学术分析只是在告诉一个情况进行分析 中国社科院算智库 办官方单位没有上级批准 绝对不会没来由发一个论文 日本的宪法第九条提到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王红仁分析日本宪法第九条不是那么具体 有非常大的权势空间 另一方面日本如果要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的义务 为了国家生存不是要发动战争 而是自我防卫 如果日本领土受到侵犯 美国就要介入 美国介入日本至少可以做到后勤支援 人员协助情报分享等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表示 从法理 实务和军事战略上 日本都会采取行动 苏子云解读美日安保条约第六条有远东条款 涵盖范围确认就是菲律宾以北 对于日本所谓周边有事有没有涵盖台湾 他提出在1960年代 美日两国的元首已经明确定义厘 远东的范围就是菲律宾以北区域 包括台湾和韩国 日本在冷战的时候 原先他们海上之后的讲是 一千里的海上生命线 一千海里就相当于一千八百公里 也就是从日本最南端到台湾的北部 这里是海上智慧队负责的一个范围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 上个月对国会谈到两岸关系时曾经表示 期待透过当事人间的对话解决 是一直以来的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第89届大会 目前正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 台湾的刑事警察局长黄家路 9月致函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但仍未受邀 不过30多个国家的570位国会议员 联名声援台湾参与 荷兰众议院更是在23号下午 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动议 呼吁荷兰政府与理念相近的国家 共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 详细请请听记者蔡玲 发自巴黎的报道 表决通过 呼吁政府与理念相近的国家 共同研究支持台湾参与 国际刑警组织大会 以及相关会议和培训机制的可行性 这是荷兰众议院主席 23号下午在众议院宣布表决的结果 149票对一票缺席通过动议 动议案指出 台湾不仅是荷兰和欧盟的重要商业伙伴 也是打击国际犯罪的盟友 台湾期盼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是合理的期待 呼吁荷兰政府与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 共同探讨支持台湾 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可能方案 对于近年来积极争取荷兰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支持 相关努力已经获得初步结果 台湾驻荷兰代表处代表陈欣欣表示 台湾推动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主要诉求 包括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年度大会 或授权使用全球警察通讯系统 以及参与国际刑警组织所举办的会议机制与活动 超过30国570位国会议员 陆续以致函及宣言等方式 声援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 荷兰外交部长克纳鹏更是首度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参与 在上星期出席国会外交预算辩论时公开表示 荷兰及许多国家都认为台湾应该能有意义的参与 例如打击跨境犯罪等 攸关全球利益议题的国际会议 克纳鹏说 荷兰政府承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 因为无论是台湾获取打击跨境犯罪资讯的权利 或是国际社会汲取台湾相关经验及见解的权利 都不应该被剥夺 陈欣欣说 台湾驻荷兰代表出强调 在中国武力威胁以及各种方式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下 理念相近国家的相关支持格外重要 对于荷兰政府及国会公开声援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深表感谢 期待双方未来继续加强在打击跨境犯罪 公共卫生 飞航安全及气候变迁等方面的合作关系 台湾外交部也表示 台湾将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原则 持续推动参与国际刑警组织 让国际警政社群了解 台湾可以为打击跨国犯罪做出贡献 旧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趁着加拿大新一期国会开议之际 加拿大维吾尔组织在国会山庄前 一连三天举行关注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倡导活动 部分党派的国会参众议员到场支持 呼吁特鲁多政府应该承认维吾尔人正遭到种族灭绝 要求对中国做出实质性的制裁和惩罚 有参议员还打算提出法案 禁止所有新疆产品进入加拿大 请听特约记者刘飞的报道 加拿大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筹划的这项活动名为 对维吾尔遭种族灭绝 采取关注承认和行动 国会升庄前的场内场外 有多场研讨会和分享活动 吸引了数百人参与 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发言人马西莫夫表示 这次活动有五大诉求 马西莫夫说 特鲁多政府在上届国会的表现令人失望 尽管众议院通过承认 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 实施因种族灭绝政策 并呼吁政府抵制北京奥运 但特鲁多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 他说现在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凯和斯帕弗已经回来了 希望总理特鲁多不要再有顾忌 不要再对中国软弱 23号国会山庄内 举行了一场加拿大和维吾尔人的关系研讨会 包括众议员 庄文浩 都塞佩 祖贝里 和学者专家麦凯格 约翰斯顿 派克和康纳等 6人担任演讲嘉宾 分别从宗教文化 经济名声和科技监控等 多方面论述维吾尔族遭到被关押 折磨 侵袭等困境 参议员好萨科斯在国会山庄外 支持维吾尔人并发表谈话 呼吁沃泰华要与民意站在一起 而他也将于周三会在参议院提出法案 要求禁止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进入加拿大 自由民主人权是加拿大人的标志象征 是我们的立国根本 我们不能为了获取一些金钱利益 就放弃这些基本的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维吾尔族站在一起 我将在参议院提案进一步惩罚中国 他说如果进口这些产品 等于是资助一场种族灭绝 而目前加拿大虽然禁止使用 强迫劳动制成的商品进口到加拿大 但执法机关很难评估和追踪进口的来源 所以成效不佳 因此需要更直接又严厉的法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综合国际媒体24号的报道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 星期二在波士顿学院首席执行官俱乐部的一次小赌讨论中 谈到中国时 转述了最近访问香港时开的一个玩笑 他说共产党正在庆祝100周年 摩根大通也是 而且打赌我们会更长寿 不过第二天 戴蒙就表示 对自己有关摩根大通 会比中共长寿的说法感到后悔 他说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当时只是想强调我们公司的强大和持久性 针对国际奥委会就彭帅事件的不作为 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Mia Farrell发出推文 为彭帅和维吾尔人发声 她在推特中写道 奥委会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对彭帅的失踪说了这么少的话 这表明彭帅和维吾尔少数族裔正在北京消失 运动员和有良知的人应该要求 国际奥委会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 转移到其他地方 据日本产经新闻24号报道 中国海军的两艘舰艇 11月中旬穿越冲绳县 与纳国岛与台湾之间的海域 在花莲外海实施模拟登陆作战演习 因为一张照片 以精致的手提包和迷人的香水 而闻名的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惹恼了很多中国网民 甚至被很多人指责为辱华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